人心发疑念,天地尽皆知 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 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 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好人 然而,中共谎言宣传及仇恨煽动 使一部分普通中国百姓丧失良知 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 或直接参与跟踪、绑架法轮功学员 有的法轮功学员因此遭受牢狱之灾 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古人说,种瓜得瓜,种痘得痘 万事皆有因果 善恶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 神绝不会放过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 而又不知悔改的人 恶报会随时降临在作恶者的头上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发生在河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的几个恶报实例 第一个例子 诬陷好人 河北衡水市大麻三乡忽家村忽书港 遭恶报报死 河北省恒水市大麻三乡忽家村的忽书港 64岁 今年10月份的一天早上 忽书港在刮胡子 没刮完就死了 自从元凶江泽民和共产邪党相互利用迫害大法以来 忽书港积极参与迫害 他经常毁坏大法真相不甘教 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 邻村侯流马村法轮功学员杨七星就是被他举报的 造成杨七星在石家庄监狱被迫害一年后致残 忽家村的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发真相台立 被他恶意举报 派出所来了好几个警察 非要把老年法轮功学员带走 最终被老年学员的儿子儿媳拦下了 去临近人坑级上 讲大法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也常被忽书港干扰 忽书港拽住他们的包或恐吓他们 邻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和忽书港还是同学 一次正好路过忽家村时碰上忽书港 忽书港说你站住我看看你车筐里有没有小册子 被这位法轮功学员言辞制止住了 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忽书港讲大法真相写信 往他家放真相小册子 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 最后在没有任何病症的情况下突然死了 那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运行来收他的命了 第二个例子 黑龙江双鸭山市吉贤县永安乡东生村张延军遭恶报 2009年冬天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吉贤县永安乡东生村 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给本村村民张延军讲大法真相 将三退退党团队报平安 张延军不但不信 还打电话到当地永安乡派出所 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 导致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 同时本村其他法轮功学员也被骚扰了 张延军在恶意打电话举报前 两位法轮功学员就证告他 你不要这样做 迫害好人是会遭报应的 张延军一意孤行 不听劝告 结果遭了恶报 还殃及家人 在张延军举报法轮功学员后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他在家请291农场十联队的队长夫妻俩吃饭喝酒 喝高兴了 张延军就让他儿子开车 拉着这对夫妻到吉贤县城福利屯歌厅唱歌 当时张延军喝多了 去不了 车在吉贤镇西大门转弯处遭遇车祸 当场三人全部死亡 当张延军接到这个消息时 酒也醒了 他自己说 我这是因举报法轮功遭报应了 第三个例子 四川都江宴水电勘测设计院基地职工李眷遭恶报 位于四川都江宴的水电勘测设计院基地的职工李眷 南 积极参与迫害本单位大法弟子遭恶报 1999年7月20日之后 李眷积极配合单位 响应元凶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对单位大法弟子登记 追问大法弟子私人物品 企图收缴 为阻碍大法弟子骑电动车外出 李眷将大门栏杆加长 李眷和住院巡逻队监视跟踪大法弟子 做了很多坏事 就在李眷刚结婚不久 梦川大地震发生了 他不见了 后来 家人是在火葬场查到他的尸体的 家人痛心不已 这真是 善恶有报是天理 只争来早与来迟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法轮功学员真心地为这些遭恶报的人 深感惋惜 遗憾